有日我三歲的兒子問我什麼是叉燒包 其實叉燒包就是包裏包著肉 通常都是豬來的 那些就叫叉燒包 他說是不是跟漢堡包一樣呢 所以我就解釋給他聽 漢堡包就是上下一塊包 都是夾著肉的,但肉就是煎 通常漢堡包還會有青瓜、菜、失律醬 那種就叫漢堡包 對一個成年人來說 當然會很清晰分辨到不同包有什麼分別 但對一個小朋友來說 其實包這個概念對他來說是很含糊的 和Marketing也是一樣 我們大概明白Marketing最終的目的 是令到自己的產品或服務賣得更好、賣得更貴 但其實不同企業會有不同Marketing的方式 大品牌、中小企、賣產品、服務、B2B、B2C行業 大家都有不同Marketing的方式 對初學者來說其實概念是很含糊的 例如單單是Facebook這個工具 有些人會在上面做很多Like、Comment 希望有Social Proof 有些人又會說要做直播 有些人會說要搞Facebook群組 有些人又說要裝Chatboard 有些人會說要做Content Marketing Email Marketing Google的廣告 SEO、YouTube等等 其實這麼多工具、這麼多東西 哪一樣才是真正適合自己的呢 正如這個世界有很多種麵包 你要分辨到不同的包是有什麼分別 其實你要解釋到包裡面有什麼不同的元素 透過這些不同的元素組合出來 你就會明白有什麼分別 其實學Marketing也是一樣的 我們在網上有一個課堂 我解釋了在Marketing裡面的五大元素 上了這個課堂之後 你會了解每一個元素有什麼功能 你會學習到如何建構自己一個營銷的系統 這個網上課堂是免費參加的 無論你是初學者、中小企老闆、初學人士 或者是在職的Marketer 都歡迎你點擊這條影片上的連結 即時報名可以參加 我們在課堂裡面見